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这期开始又是Maxway Monday系列 10 20 40的常规级别 主咖还是咱们熟悉的老几位 日本美女Sashimi 中国美女Siya Chouje 老DK 还有Hustler御用解说 同时也是DK的老原家DGF 除他们之外 还有几个新面孔 不过官方并没有对他们做太多介绍 除了这位拍手Nate Hill以外 不知道有没有认识Nate希尔的 好像是Face战队的一名 堡垒之夜游戏的队员 反正几位新拍手 应该都不是职业拍手来的 那么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身为非职业拍手的他们 究竟会有哪些精彩的表现 进正题 咱们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Sashimi的Open Race K6不同色 加注到50刀 Nate Hill A7黑桃跟注 美女Ariel A勾红桃跟注 Michael三七不同色 没办法排桌额度小 大家的入食率也比较高 6个人的战斗 翻牌A50 两家拿到顶盾 但是没人拿着两张草花 翻后Sashimi看到公牌面有一张A 直接放弃了对这个底时的想法 Nate Hill拿到顶盾 后卫下注110 而美女Ariel这手牌目前踢脚领先 A勾是反加到了340刀 这美女有点东西 她知道一张A甚至是一张10 很难再翻牌面盖牌 翻牌直接加注 先拿200刀的价值再说 而身为非职业牌手的Nate Hill 这哥们之前好像还是个模特来的 长得帅 游戏天赋应该也是高得要命 不然不能进这么知名的肺子战队 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 天生的人生赢家 这手牌Nate翻牌面 直接是盖掉了自己的顶盾Ace 关键他还落后 这要是老DK拿了顶盾 肯定合牌间了 接着来往下看 许久没见的Johnny 也是坐到了牌桌上 他拿的圈圈夹注到了70刀 DK口袋五根柱 除此之外 CIA小美女的一手勾七不同色 也溜了进来 翻牌五六七两张红桃 老DK翻牌面中赛了 而CIA拿到顶盾 Johnny还是一手抄盾 这手牌 DGF一手双头顺的听牌 公牌面发的好 Johnny直接用抄盾圈 打了230刀 为了避免转牌再掉红桃 他是直接打算一个满池 打走三位对手 DK不紧不慢的跟下来 DGF双头顺听牌也扣 CIA这边看到一个满池的下注 和两个跟注之后 还是选择把自己的顶盾继续玩下去 转牌 一张红心 DGF拿到后门的顶盾 牌力有所提升 但是公牌面现在三张红桃 估计谁也不敢动了 所有人都过 这DK也很尴尬 一张红桃五也不够大 而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打算开一枪 想试一试水啊 看看有没有人有红桃啊 DGF抠了 CIA的一对七走了 Johnny的圈圈也走了 最终合牌一张方块四 哎呀 牌面单三单八成顺啊 发着发着 竟然给DK给发死了 不过DGF 合牌并没有打价值 也是饶过了老DK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啊 这是Johnny的下注啊 被美女Aria用A圈草花推回了三败 250刀 Crazy Draw 六七红桃跟注 还有Sashimi的石沟不同色 和老DK的一对二 都call了下来 翻牌S29 DK今晚这小队子 中赛率啊 还挺高的 连续两手牌 翻牌面中赛 而这手牌 Ariel再次拿到顶对 这次的顶对啊 踢脚同样还是不小啊 翻后再打440 基本来说 这个牌面还能跟得动自己的 很有可能是两张方块 当然也可能啊 是一对九啊 DK并没有着急跟注 这是想要反家吗 以我对DK的了解啊 如果他想跟注的话 他一般不会犹豫这么久 而这个时候 通常直来直去的老DK啊 似乎用起了兵法 开始各种言语啊 来迷惑对手啊 妄图让对手觉得老DK 是在抓对手偷鸡 言外之意就是 DK想表示啊 自己的牌啊 并不是很好 但是他认为足够好了 无非就是想骗美女去跟注啊 DK跟Ariel说啊 你这牌你肯定是盖不掉啊 而且呢 反正我也没别的 我就是一手铜花牌 美女一听 呦 这老头人这么好吗 直接把自己的牌力说了出来啊 我是觉得Ariel应该是上钩了 现在老DK肯定是一手slow roll了 还在喊一张7啊 装一手27 好吧 恭喜美女被成功套路了 I missed 我没中牌啊 没中牌 美女表示第一次被人slow roll啊 真不礼貌 接着来往下看 Sashimi46黑桃 Race到50 DK圈哥不同色跟注 DGF装为A9不同色跟注 Johnny枪口味最终收了个尾 56不同色也扣了下来 四个人的底池啊 翻牌圈钩5 DK圈钩两队 哎呀 今晚上DK这中牌率似乎有点离谱 连续几手牌啊 一直在中牌 翻后Sashimi还是一如既往的牙伙了 DK一看 那我来一下吧 下注100 Johnny一对5扣下来 哦 牌是真够大呀 DK拿到葫芦 不过很可惜 对手没东西啊 没货呀 Johnny这连续的过牌 搞得老DK也很郁闷啊 他只想拿着一张5啊 直接跟DK摊牌 你说气不气 拿着这么大的牌 只敢打100 就怕对手跟不动啊 确实啊 这个牌面 Johnny如果真的是后门中K啊 合牌Johnny是一定会下注的 DK最终也只敢打100刀的价值啊 赚100 试100 接着来看这手牌啊 Michael guy 叫Michael的哥们啊 A9方块 Hack Jackway 300到了300刀 而老DK呢 六七不同色 400到了1200 以老卖老吗 想在这张牌桌上欺负新人 Michael 这拿着A9方块啊 真的犹豫了 他担心撞到比自己大的什么A圈AK啊 甚至是AA都有可能 这一手A9啊 最终是盖掉了 而职业拍卖师Quizzo呢 就剩他一个人了 全10方块cow了下来 反正手里就还2000多 大不了就推了 翻牌A4G7 DK确实中队了 而Quizzo呢 也拿到了一手卡顺听牌 直接是推出了OIN 直接跟DK叫板啊 其实这个OIN 仔细想一想啊 2500刀的坡 哥们在翻牌面直接推一个满持 一般来说啊 你要是拿着顶对A4啊 你不会去打满持 你要是拿一个中队钩吧 你好像也不敢打满持 所以DK就判断啊 这Quizzo大概率啊 是一手听牌啊 哎呀呀 听牌是听牌啊 这一手对7的跟注也很nice啊 只是很可惜 盒牌还是被发死了 果然no gamble no future 好来看这一手牌啊 翻牌圈70两张方块 哎呦 这让我很头痛啊 人一多我就脑袋疼 看看谁有动作吧 CR小美女一对10 下注250刀 半个底持 只要你一对9 被盖两点帽子 直接盖牌 三十一米一对7盖牌 老DK顶对 不过踢脚很乱 这一手牌也不好打 DK问了问 还剩下几个人啊 一般来说人少 一手顶对跟就跟了 人多吧 还真的有有 不过 DK看起来啊 并不想太多人留下来啊 干脆直接加注 有圈呢 有两张方块呢 你就call 要是没有 你就赶紧给我走人啊 一通分析 在想着 公牌面很有可能啊 牌手会拿什么牌跟住啊 而Michael呢 确实是一手K花听牌 还是一手带对抽花 直接call了下来 C的一对10也没有走 转牌一张红桃6 牌面两张方块 两张红桃 越发越恶心 而且顺子面也被发了出来啊 DK这边并没有着急过牌 实际上被两个人call下来啊 还是挺难打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啊 会不会有人啊 拿着什么 勾圈K圈这样的牌啊 不过DK还是推出low in 而这手牌他运气不错啊 自己还真是没什么对手啊 也就是Michael啊 很有可能会去拼一拼 而Michael呢 稍作考虑 选择跟住了 那C的 可以直接啊 丢掉自己的对10了 哈哈哈哈 DK说两个我印啊 你还琢磨啥呢 没毛病啊 好 那么毕竟只能发一次牌 一张定生死 来看看合牌 一张黑色的S DK的一对圈 小到了最后 又是一首Slow You're good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